只要你根據經驗 和你跳的次數越多就越好 它這個加速度的過程不是很長 但是它積累的速度還是低 好 邊點大 非常漂亮啊 這個姿勢 角度一大就增加了 好 我們採用另外一個 有了 現在你能看到它的轉變得更好 這其實是 1400以上的花樣跳傘和1600 我已經認識了他15年了 我已經用了他的手 提醒他他做的事 起跳了 這個鏡頭當中 我們看到他 從懸崖上跳下出往向下輔出 現在迅速建立他的優勢 現在進步了你轉彎 這個轉彎 很多 快一半 他的這個開傘動作是 兩隻手都跑到背後去拉 這個鏡頭在捕捉的時候 出現了一點問題 其實在比賽之前 我們要通過三名選手的 解開了兩隻胳膊的拉鍊 也非常的穩 好 裁判員發令 現在小燕也跳下去 好 起跳了 起跳很好 一般這個在轉點之前 能在13秒以內的話就會 衝線 很大的晃動 是的 衝擊就比較大 好 我們來等待一下 喬恩的這個興奮 很期待這一跳 好 跳了 起跳很好 波動 是的 現在門鍵座伏伏在進一步的緊握 好 現在他加大了仰角 謝謝 對鋼兒呢 有利於他平順地打開鏡頭 安全地落地 說我們剛才打開了他頭部的攝像頭 是面向前方 他覺得他是他最喜歡的 也希望他是最棒 花石 多少 13秒05 過了我們的轉點 好 衝過轉點線 2 1 OK了 起跳 他自己也大喊了一聲 被自己加油了 想要用最大的力量衝一下 從外線側速給出的秒數是12秒63 保持這個速度 應該是和Jonathan一樣速度最快的 但是我們要等一下這個 來了冠軍 好 起跳了 好 起跳了 會有一點耗時 來看一下最新技術 12 轉彎這裡速度還不行 好 衝線了 衝線了 我們來看一下 2 1 是的 來 看他的起跳 速度現在進入轉彎 轉彎的角度非常大 直播達到了90度的大角度的轉彎 轉彎很快 12秒58 速度是比較快的 通過轉彎之後 他的速度積累 仍然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 那麼現在他加大了仰角 減低了速度 成績的選手當中 排行第一的是 哥倫比亞